欢迎收看这期的GG 如果您在搜寸有住宅地产 商业地产 农场 林场 牧场 酒店 鞋子楼公寓等等的买入 或者是卖出 都欢迎联系GG 搜寸地产团队 我是GG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房主题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是一套366,000美金的压门间 这个房子的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后面 其实有一个高压电线杆 这样拍的时候 看不太出来 但是来这个现场的时候 能看得到 这边应该就能看得到 看到吗 那边 这有一个高压电线杆 但是这个房子的价位 整体还是挺不错的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压门间 这边算了就在售 我们进来看看 一进门是这样的一个高条 这边是一个大的高条的 这样的一个书房 所有的家具都不带 但是这些那个窗帘都是带的 然后这边这个空间是一面墙 其实里边是车库 只是样本间给打开了而已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往里走有一个高条的客厅 这边有一个高条的客厅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才是一个非常大的厨房 这个厨房的面积确实是特别的大 这边的厨房的就非常的大 这么大的一个厨房 然后再往里走 是早餐厅 其实这个房子是没有dining room 所以它只有这样的一个餐厅 厨房非常大 很大的中导 然后有这么多的一个导台 然后再厨房往里走 才是主卧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主卧的位置 主卧是地毯的 然后再往右手边走 这边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淋浴间在这边 然后淋浴间的旁边是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有这么多面积 然后衣帽间往这边走是洗衣房 衣帽间连着洗衣房 就是主人可以在衣帽间 把衣服扔到洗衣房来洗 不用再出去了 然后再往外走出来 就看到一楼 还有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然后卧室的旁边是 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是全卫 因为这个卖的就是亚门间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你到时候买到的样子 那我们从这边又出来了 这就是一楼有两个卧室的一个构造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我们现在去二楼 二楼都是地毯的 一上来就是这样子 一上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gameron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算是套间 但是它的洗手间在门口 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床是一个clean的床 所以这个卧室的面积还是蛮大的 我们可以从这边出来 这是如果把这个门关起来 那这边呢就可以是一个套间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出来的时候 就到了刚才我们刚拍的那个洗手间了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拍过的那个洗手间 然后这样出来就到了一个gameron的位置 然后再往里走 还有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没有洗手间 就是用刚才的那个洗手间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样板间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个房子的院子就是你买到的院子 因为现在是样板间在售 所以院子的大小就是这样了 有的房子是选建房 所以样板间的院子不代表什么 那我们一出来一个大的攀流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院子 你看这个房子很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边就是高级电信杆 能看得到 所以确实它的报价也挺好的 只有这个房子的一个缺点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位置在哪里吧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在休斯顿Richmond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离休斯顿West Park 这条高速公路非常近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呢全都是新房子 有些地图上没有更新出来 其实已经全部建完了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 给大家画一下 这条West Park高速公路 以这条路为界限 然后99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画圈的这一部分就是南Kitty 这一部分学区很好 华人也是很多的 然后我再画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老Kitty 这边就是房子旧一些 然后在上面这一块就是亚洲城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虽然在Richmond 但是它离亚洲城还是很近的 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 它离其他地方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出的 这是中国城 然后这个房子到中国城 就半个小时不太到 就到了一条直线 直接到中国城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画出的这个位置 就是医学中心 那这里医学中心还是有点远的 得40分钟才能到医学中心 那我们现在又画出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休斯顿最大的商场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Kitty 比较大的商场 Kitty Mills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位置的区间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